学长我想问一下 现在已经6月份了 现在准备开始考研的话晚不晚 你的意思是 现在才开始准备是吧 对呀 那你还准备个毛线 你别考了 现在准备真来不及了吗 你先点个赞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要看你是考本校还是考外校 你是夸专业还是考本专业 还有就是你的平时学艺成绩 学艺能力怎么样 这个你得综合考虑 然后才能看能不能来得及 哦知道了 我跟你讲 我们前两年考研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从暑假才开始 也就是7月份才开始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个词叫内卷 而且超级内卷 好多学生呢 一进大学就开始准备 他大一就开始准备 全疯了我跟你说 反正这背后谁的问题 咱也就不说了 但是呢 如果你的学习能力真的还可以 即便是跨专业 跨度不那么大 要求力那么高 一般的学校也都能上 也别光定着什么985啊 北大清华啊 那你完全可以拼一拼 就是从现在开始准备 来得及 那我知道了 这就准备起来 出来会 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出来